吴尼娜 咪咪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15号的大花脸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所以一开始带您来聚焦的就是瑞瑞乡公所推动火化厂实施 更新采购计划 不仅获得县福的经费支持 乡代会也一致通过1000万元的配合款 不料今年2月份乡公所却把整个计划紧急喊咖 已来乡代会的不解 那么乡长成近光亲上火线的说明 经过评估不服地方财经的效益 同时也将提供相关补助以及简化申办火化作业 来提供周全服务 争取推动一年多 好不容易争取获得现任务经费支持 乡代会也一致审查通过1000万元地方配合款 来进一步更新瑞瑞火化厂 老旧毁损的火化录具设备 不料今年年除乡公所却紧急喊咖 令乡代会错愕 乡长成近光也亲上火线说明 当然购物部门不是以经济的考量为主 但是实际上以偏乡来讲 财政上是相当困难 如果每一年大概要花300万 来维护火化厂的正常运作 会排挤到我们其他的预算的支出 所以这也是我们考量的因素之一 那以一句2000万十年的使用奇效来算 所以一年要摊提200万的一个经费 加上我们的人事费 真的是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财政 除了上网招标的作业 却连连流标不顺利 乡公所从近几年火化厂营运不复效益 造成地方财政上的压力 经过评估讨论后 乡公所争取将近2000万元的火化厂 停炉改善计划 忍痛喊咖 瑞瑞火化厂停炉不再营运 势必造成民众的不方便 乡长陈金光表示 也已经逆妥相关的配套措施来因应 那包括我们跟玉里政公所 跟凤林政公所 我们都已经来协调完成 然后把我们增加的预算 按照我们乡公所收费的一个标准 超过的部分由公所来支付 那另外现在我们在订定一个办法 是不是每一个我们的乡亲 只要户籍再瑞税 那我们就以5000块的额度 来做补助 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完成这个火化程序 只要拿收据来 公所就会来支应 那也谢谢玉里跟凤林政公所 愿意火化的作业在瑞税 不用到凤林或是玉里来办理 瑞税火化厂设置超过20多年 内部火化炉具设施设备老旧 不符现代环保空屋的要求 相公所从各面向各角度 神圣评估后 不服经济效益 因此在完成相关配套措施后 乡长沉浸光 快刀斩乱麻 瑞税火葬场 手中正寝 记者石玉兰最初采访 报道 好